往后侧的对吧 然后你的手心先起手心带动 推出去 然后这个时候要求后背的感觉 和你的手指尖的感觉 都要去往远送 好 从正去看的话 它是直的往头顶尖的上方往远送 在这啊 然后手指尖带动 往远平膜打开 拉到这个斜七位 拖斜七位翻盖手 在这右手手心朝上 左手手心朝下 在这个位置 然后由于我们加了上身的角度 对吧 好 起的时候 还手背拎的啊 起的时候手背拎上去 然后推出去的时候变成手心了 翻过来了 手心往前推 然后 哎 头顶尖顺着你的这个手 往斜上方走的路线去 打开 打到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的胯还是朝的八点 然后把我们的上身拧到一点钟 上身拧 右手在斜上方 头顺着你的手 拉开 眼睛目视前方的看一边 左手呢就盖手下 这位盖手在这个位置 哎 在这个体态给住了 从侧边看呢 这个动作呢 上身是下去 然后起来 这一下上身要给直了 不要一直趴在这儿的去做 看见没 哎 上身直立了 给直了 到这以后 上身不要动 右手 虎口 带动 盘 到这个右手 右头的 这个斜上方 这个地方 扛手的感觉啊 在这 打 然后左手 往远 合回来 合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左手在你的右肩前的这个方向 不要贴上 保有一定的空间感 在这儿 然后别太高了啊 放在胸下的这个位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反方向 转身过来 看 到这儿了 腰完了 然后上身 不用经过直立 再下来 你看 在这儿是一个旁挑身 对不对 左边有点挑的感觉 然后 直接翻下来 看见没 这个角度 你的这个头顶尖是 往右倒的 对吧 就保持住 翻下来 啊 不用 这么走 看见没 走 翻 直接后背拉长 左手 首先往远推出去 大推出去啊 来 预备 走 二 好 右手从扛手的这个位置 放下来 直接放下来 一排到位 二 来 预备 走 二 二 三 你看 这个时候上身对的是二点 身体拧向一点 头和手顺倒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还是依然一个虎狗带动 盘过来 你看这个手的小细节 轻轻的盘过来 然后下面的这只手边弹边合过来 然后注意一下胳膊肘 别加啊 大起一点去坐的 大起一点 打到这 手的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上山有角度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这个手不能这样子还端平呢 是不是 那都不是一个整体了 哎呀 顺着下来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朝前坐 哎 这手左手 打开 七位垂手 来 七位 盖手 然后右手 首先朝前往前推 朝正前方 三 打 三 应该是五二三四 五六七八 这时候面对正前方的时候 就跟我们弦子守卫一开起来 这个方向是一样的 面对正前方 然后左边这个地方肋骨挑伸 然后继续保持 打 左手 眼睛目视前方就可以了 头顺躺头 是吧 好了 再来一遍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你看 两个三不一标都是保持在这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转身呢 四 要到你的下一拍中拍起来 落脚的时候 四 还是往前推 这个面对正方向的时候 就是从前起 不用从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回正 三 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 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别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 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 二三四五六七八 大家注意一下形成的体态 你们从背面看 一定要有倾斜 要倾斜的这个角度 到正面也是 看 上身和头 随着手 别断肩 肩板沉下来 打过来 保持住 然后再反面回正的走 打到这 身体保持住 不要跳跳 自己就立起来了 保持住 是该抢到了一个什么呀 要 手上呢 对的是八点方向往后侧的 对吧